今天晚上周一 呃 只有一场比赛啊这个是这样 只有一场比赛今天晚上 呃 那想挑也没想挑也没得挑是吧 这场比赛 呃不过这场比赛我倒是觉得 呃还不错啊还不错 所以给大家 呃 一只独秀吧 秀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呃来看一下现在还有五分钟开赛啊 这场比赛 呃为什么我觉得这场比赛不错呢 这个这个盘口其实蛮有较学意义的啊 呃首先从这个对战晚间上看 这两队21年20年都有过这个对战啊 然后组队这个诺顿呃 诺德顿啊 诺德顿 碾压了这个罗森伯格B队啊 后背队啊 这个是罗森伯格是呃 挪超的联赛的队伍 呃实力算是中上吧 他的组队呃实力算是中上吧 然后 这支后背队的话作为一个刺激联赛来讲的话 其实水平跟实力应该不会太差啊 但是这个表现实在差的不行啊 看来这个后背队不是一个妈生啊 呃这个 组队的话完全是实力领压啊 完全实力领压啊 然后对战玩具上来看的话 虽然说整体不是很漂亮啊 但是怎么也得比这个客队好啊 客队是一塌糊涂啊 呃看这个防守力简直就是残不忍睹的一个防守能力啊 呃 然后进攻也很疲态啊 那整体上的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基本面就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基本面完全就是一边倒的这种形式啊 那盘口盘口就有意思了啊 这盘口呃 组队是 球半啊 球半起步 球半起步这个开盘没有什么问题啊 一点水分都没有啊 球半起步然后升盘 呃升盘了之后呢 那在临场啊 因为这个是凌晨的比赛 然后临场啊 是 二十三点十五分 啊这个时间段啊 直接跳空 跳了多个盘口啊 从球半两球到两球一个 然后两球两球半跳了两个盘口 然后水位跳空的时候水位还压下来 呃 这个这个玩法很刺激啊 这个 澳门已经不要脸了啊 这这场比赛我认了啊 我认了 组队铁定打大比分出来了 所以我开什么盘口我都认了 所以直接跳空 堵了一个升势盘啊 我觉得可以赌啊 这升势盘完全没问题 可以给他赌啊 啊 庄家都给你开升势盘了 你就跟他赌吧 这个庄家的这个盘口还是没问题的啊 呃 宏观这边整体盘口走势基本上差不多啊 差不多 而且这个两球的过渡时间非常的短暂啊 非常短暂 然后水位是给的相对高了一点啊 但是呃 正是因为其他公司的这个水位都相对高一点的情况之下 澳门直接压了0.55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都完了啊 澳门压了一个0.55就都完了 呃 当然个别的还有一个0.96的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呃更新延迟啊 那这个不太可能啊 光是这个这个水位的话打水都要打死他了啊 所以这个水位基本上不可能了啊 你看一下这个0.96这个1.19 这两个水位的话直接打水的话 那能把专家给打死了啊 呵呵 这个数据应该是有延迟的了 好开散了啊 那开散就不多说了这场比赛啊 直接干到一个两球半啊 直接走地盘直接干到两球半 我觉得一场球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这场比赛直接呃 专家难得的一场送红包的比赛 呃 散户不能不给面子啊 这红包 那不收的话 这个也不行啊 人品不行啊 是吧 啊这个今天晚上专家发红包了啊 啊组队 呃 直接上到两球半的盘口 啊 这一场比赛可以中足啊 可以中足啊 我很少推这种大盘口中足 但是这场例外啊 啊直接干中足问题不大 好吧 那就这样 祝大家明天醒来都能收红包 呃昨天这场 挪椅的这个比赛 中足一场啊 呃 诺都顿这个 7比2 大比分打出啊 打穿盘 呃 赢三球穿盘啊 呃 这场比赛中足 没有什么悬念啊 没有任何悬念 这个比赛 呃 心理的把握程度至少有九成以上啊 然后数据层面的把握程度 是在七成七成左右啊 呃 综合的人来讲的话 呃 已经不能说 博了 这种比赛应该叫做投资了 这种比赛 这种比赛 听少啊 说实话 听少啊 而且这种盘口数据层面的以及走势 以及这种超盘的逻辑啊 基本只出现在这种小联赛 大联赛不敢这么玩 大联赛这么玩就亏大了 庄家的成本风险就很高了 呃 这个在以往我们那些超盘案例里面 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系数的 呃 至于小联赛这么玩的话 因为筹码量它有一定的上限 所以它这个风险相对小啊 有时候小联赛也可以送钱给玩家的 这个对于博彩公司来讲 这是一个套路啊 呃 小联赛筹码量低压力不大 然后做一些比较符合大众心理逻辑的这种盘位出来 诱惑大家认为这种盘口不错啊 到时候大联赛还是可以收刮一把啊 这个呃 这个在众多博彩公司的呃 多种复合型的这种宿主里面啊 超盘宿主里面 他们他们都是可以经常轮化的使用的 也就是说大家经常会发现说有一种盘口 呃 在某些时间段他的胜算力很高 呃 但过了一些时间段的时候 他这个同样的盘口走势 他的胜算力会变得很低 因为这个是跟随着大众心理来调整的 所以盘口没有绝对的东西 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啊 那这场比赛就不复盘了啊 没什么好讲的这种比赛 呃 那大家留意一下就好了 好吧 啊 这一期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下期见 画面 看进去 i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